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得听听他们都在说什么 爷爷 幸好刚才用系统查询一下车小小的位置 车姑娘 你还有这本事呢 蜘蛛侠呀 白无意气敢调侃我 看本姑娘怎么教训你 小小 爷爷我知道错了 我这就回家白行 烧背白行 车老 现在您相信了吧 或许白先生是听到了窗外的动静 猜倒是小小 仅凭词就想让我相信 显然不够 车老果然不好对付 车老 您要怎样才会相信 白先生 既然能掐会算 这个问题不该问我呀 被车老反将一决 要是不尽快想办法说服他 恐怕之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合作了 我说服车老的可能性 这么高的成功率吗 我应该怎么做才能 有了 如果我能将房间内的所有 鼓动的底细都说出来 就可以说服车老了吧 好 就这么办 车老这间茶室共有26件鼓动 没错吧 嗯 能看出屋里有26件鼓动 只能说明你会算数 车老莫及 您听我慢慢跟您讲 愿闻其详 系统 开工 车老 这一套紫檀木的用具是清乾隆年间传下来的吧 应该是皇室用具 不错 价值应该在两千万左右 车老 我说的可对 嗯 完全正确 但想说服我 这可不够 嗯 上吼的黑玉掩体 明朝万里革新时的物件 价值大约在五百万左右 不错吧 嗯 而且这尊黑玉掩台 应该是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 曾用过的那块 什么 好的 白先生 您是怎么知道的 我们几个老家伙 可是花了两年多的时间 才确定这尊燕台的来历 自然是算出来的 算出来的 怎 怎么可能 眼见为食 车老耐心看着便是 啊 刚才老夫失态了 还请白先生继续 毛笔下 清朝嘉庆帝御书房的物件 只是这几只毛笔是民国时候的物件 那个青铜酒壶是春秋战国时期送过的物件 清花词 元代景德镇 吴天瑶 二十六件古董的来历我都说完了 车老对我的能力还有怀疑吗 啊 没有了 如果不是老夫亲眼所见 老夫是真的不敢相信啊 那我说这件是刘备所用 车老相信了吗 哼 白先生神算 老夫佩服 这屋内之物的传承出处 我都是考据过的 可是这件 单凭你一番退眼就说是 恐怕这也太玄了吧 车老还是不相信我 诶 既然相信 那为何与我抬杠 莫非是拿话激我 其实有事想找我帮忙 这老头厉害啊 刚被拿下 眉头一皱的功夫 又对我用上三十六计 真静啊 真静 刚才车老似乎有一件新事 难道就是这件 能让他忧愁的事情 应该是和股东有关吧 难道是有件东西 他也看不准 所以想让我来 车老牙 您是有件东西 想让我帮您鉴定吧 你怎么知道 既然白先生已经算到 那我就直说了 老夫最近 确实为一件古董的事情烦心呢 白先生若能帮我算出这件古董的真假 那就帮了大忙了 车老果然遇到了麻烦 我要是能帮他解决 那岂不是深度交往的大好机会 车老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 我自当尽量的事情 我自当尽你而为 那就有劳白先生了 古运阁下面 竟然有这么大的地下室 我们这行啊 不得不慎重 很多珍宝 必须好好地保管 老夫前段时间 偶得一件青花九龙缸 不愧是夜街大楼 存放古董的地方都这么上档次 老夫用尽办法 无论怎么看 这个钢都是真的 那车老为何还有疑虑 但不知为何 老夫心里始终有种莫名的不踏实感 总觉得有问题 所以一直未能成交 若白先生能鉴定此宝为真 老夫就安心地买下此缸了 当然 不论结果如何 老夫会给白先生一千万的好处费 车老这话说的 好像小爷我就是为了那一千万似的 系统你就不能闭嘴吗 东西就在里面 白先生请 车老先生请 这就是老夫所说的九龙缸 九龙缸 苍天 这东西一看就非同一般啊 估价十三亿 十三亿 那有劳您帮忙算一下他的真假 车老不必多礼 我自当全力以赴 白先生 可曾算出了什么 车老莫急 让我再算一算 系统呢 平时不都是抢答的吗 今天怎么没动静了 好吧好吧 你赢了 那么请问 这个九龙缸 是真是假 如何证明 4.24 这可是价值十三亿的东西 虽然我知道它是赝品 但万一中了这4%的概率 我岂不是要哭死 一般人能鉴定出这缸的真伪吗 好好好 你牛逼啊 也是 车老这个级别都看不出真假 恐怕其他专家来也差不多 砸的话 风险 若是不砸的话 车老也不会对我另一眼相看 白先生 如何 我可以肯定 这缸 是假的 假的 你可有证据证明 车老 这证据 就在缸底 白先生 这缸底 老夫早就看过多遍 并无异啊 您所说的证据 在缸底里面 白先生 白先生 莫非是要 砸缸 唯有此法 才能证明此缸为假 这 砸缸一事 事关重大 况且这缸的所有权 并不在我手上 于情于理 我都必须要通知货主 那就劳烦车老联系货主 我愿和他当面对峙 那我现在就联系张先生 车老 别来无恙啊 张老板 真不好意思 还让你跑一趟 出什么事了 不愧是老江湖 这时候置身事外 明摆着两边都不得罪 既然下定决心 就先掌握主动 捂住这个假货商 是张先生吧 看您的样子 可不像是个卖古董的 更像是个卖假古董的 你谁啊 干啥的呀 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我是来帮车老 鉴定九龙缸的 很不幸 你这九龙缸 是个假货 假货 多少业内行家都看过了 都说是真的 就你个毛头小子 也懂缸 来来来 你告诉我 这缸哪里不对了 是真是假 一杂便止 虽然有风险 但气势不能说 这十三亿的大纲啊 不知道砸起来 手感如何 你凭什么砸纲啊 这纲我不卖了 这家伙心虚了 就凭他是假货 小子 你也不打听打听 我张大壮 在道场是啥人物啊 小爷我管你是什么变的呀 砸 你 让开 你这卖假货的 穷横什么呀 车老啊 你就由着他胡来啊 张先生不要激动啊 如果最后拿不出证据 我自然会给你一个交代 但是如果拿出了证据 证明这缸是假的 那老夫可要好好地跟你聊聊 哟 车老这个老江湖真不简单啊 能混到这个高度 肯定不是擅缠 今天这是只能赢不能输啊 破绽在哪儿 我这一锤下去 不会把那破绽给敲没了吧 好险 差点一锤子下去 自己的小命就没了 这样呢 行嘞 知道了 林敲嘴打保平安 身家性命要紧啊 等时快出来呀 时间已久 车老更不相信我了 像我今天在不起啊 车老 我瞅您面子啊 砸也让砸了 可他磨磨叽叽半天 证据呢 我的损失怎么说呀 放心 要真是那样 这钱我出 一分少不了你的 您出 就算我出 我都不知道怎么交代了 只是想逼死我呀 给我出来 我去 不好 完了完了完了 心急之下 您收住力 证据可不要被毁掉了 二位上演 这是何物 张老板 你要给我个说法了 总算是活过来了 等等 胖子的破刀也有二维码 这钢里也有 该不会是一家出的祸吧 白先生辛苦了 这次真是多亏有你呀 老夫感激不尽 您言重了 趣味存真是我们的责任 总不能让他流出去坑人吧 白先生 这是我的私人名片 今后有事 尽管打电话 只要老夫能办到的 一定不会推辞 能帮到您是我的荣幸 以后还要靠您照应 我这儿先谢过了 搞定 我有大佬靠山咯 五千万的双骨剑 一千万的劳务费 顺利结交车佬 砸了一个十三亿的缸 刺激 霸气 下一步 就该轮到胖子的事情了 明天一早 一举拿下 今天一定要拿下我的宝贝吉祥物 我已经结交了车佬这种大佬 胖子应该拎得清形势 把双骨剑的钱分他一千万 看他还敢不从 你们认识什么人啊 什么情况 这 这是要绑架了吗 我去 我得跟上去 未来小弟的安危我不能不管啊 这帮人把胖子拉到这儿做什么 绑在这儿等着收疏金 还是先报警吧 没信号 我这新卡不是全球都通用吗 屏蔽 我去 这帮什么人啊 顺利救赎胖子的几率是多少 足够了 我看谁能拦住 胖子 威逼利诱加舍命相救 我这当大哥的容易吗 老大为啥抓那胖子 七星刀的事就坏在这胖子手里 他还敢查我们的人 不抓他抓谁啊 你还敢查这儿 我这就会被闭上了 你还敢动 那我看谁能拦住 我这一天 我这是要做这个 你还没有终于 我跟他一天 我看你 我看你 我这儿 你还没想到 我看你 你还没想到 感谢观看